今天是國慶連假的第一天 好 很多人要出遊 記得出門之前 趕緊關信一下交通 那麼高工局現在有最新說法 趕緊來聽 截至今天上午9點為止 國套的交通量已經來到 26.7百萬車公里 高工局預估 今日全日交通量將會累積至 118百萬車公里 而國五選稅的部分 國五南向選稅的通過量 目前已經累積至 大約為16000輛次 那與去年同時期相比 大約增加了16% 接著說明目前各地的交通狀況 北部地區的部分 在早上8點左右 在國一北上的龍潭路段 以及國一北上的湖口路段 分別都有發生事故造成灰堵 那目前都已經排除 另外在國一南向的新竹系統路段 國一南向的山陰路段 以及國三北向木造轉國五的路段 目前是車座庸塞 南部地區的部分 車多以外其餘路段大致是正常 而國五的部分 國五的南向南港系統 目前是車多 而其餘的路段 實定至坪林以及坪林至頭城 目前是大致是正常 接著說明今日的路況預測 在北部地區的部分 國五南向南港系統 是南港在上午開始 呈現車多庸塞的狀況 而車多庸塞的行程 會持續到下午4點之後出減 而國一北向的園山至大華路段 則是在早上的9點左右 一直到中午的12點 會呈現車多庸塞 而國一南向陽梅至新竹路段 以及國三南向土城至關西路段 則是在上午大約在8點左右 會開始車多 車多的情況持續到中午12點之後 逐漸輸解 而中部地區的部分 國一南向的彰化系統 至浦岩系統路段 則是在早上約8、9點左右 開始呈現車多 車多的行程會持續到下午3點之後 逐漸輸解 另外國三南向的快關至霧峰系統路段 以及國三南向的草屯至寧間路段 上午8點開始會呈現車多 車多的情況會持續到中午12點之後輸解 再來是南部地區 國一南向的大灣之路段 預估早上開始有車多的狀況 車多的行程大概會持續到中午12點 中午11點之後逐漸輸解 接著為各位說明今日國道的管制措施 好 也提醒大家 今天會有六大地雷路段 而且早上6點就已經出現了車潮 預估要到下午4點才會疏解 提醒大家上路之前 要記得關心一下用路的狀況了 好 那麼廉價第一天 早上5點多 高速公路已經湧現車潮了 隨著時間越接近中午 國道上的車流量會越來越高 根據高工局公布這六大地雷路段 越往南出遊的民眾 其實可以利用下午離風時段出門 避免塞車 從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 國慶連假第一天 清晨5點多天都還沒亮 國五南向平臨到頭城 南港到石定路段 就已經湧現大批車潮 直到早上6點 國三南向也出現車多 泳色的情形 隨著太陽漸漸升起 國三北向20公里處 則出現長長車潮 出遊車潮堵在木柵交流道上 動彈不得 外線道車輛不停往內線道切入 導致交通混亂 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塞成一團 高工局公布的六大地雷路段 包括國一南向 楊梅到新竹彰化到浦岩系統 北向圓山到大滑系統 國三南向土城到關西 快風到霧峰 國五南向南港系統到頭城 建議南向的民眾 可以避開上午尖峰時段 下午出發可避免遇上塞車的情形 好 來看到國慶三天廉價 一大早國道湧現車潮 加上很多人領到五倍券了 對不對 各個國道服務區搶搭了熱潮 包括像是很大的清水服務區 說只要拿到五倍券 到超商裡頭來消費 可以加碼20% 最新的現場狀況如何呢 把時間交給記者百音 好的主播 國慶三天廉價 一大早在清水服務區車潮湧現 可以看到停車場 大約是有停留七到八成的車輛 民眾也紛紛下扯到商店內來購買物品 利用假期外出走一走或是返鄉 加上五倍券上路 有不少人是趕緊拿來消費 來聽一下民眾的訪問 原來是為了搶五倍券的商機 國道各服務區也紛紛推出了加碼優惠方案 像是清水服務區 民眾只要拿實體的五倍券 到超商消費直接是加碼20% 不過稍早詢問店家 他們指出目前收到的五倍券 還不是很多 可能因為時間也比較少 不過也有消費者表示說 拿五倍券花錢感覺是比較不手軟 因為不像是自己口袋裡的錢 以上是記者在清水服務區的最新情況主播 因為既然有那個血量 在清水服務區的最新的 最新的火餐 提供給他 給予大家 ancora是 不可能 這次